大家早上好 我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大帐篷 这里是一个公园里面 快到福北的宜昌了 还没有到宜昌 还有70公里吧 我今天是准备到宜昌 我昨天晚上就在这大帐篷 还可以 这个公园里面它比较安静 我今天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以外露营 怎么防小偷 因为好多时候吧 东西会被偷杀的 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 像手机相机钱包 身份量这些特别贵重的东西 我就建议你用个小的一个收纳袋 然后装好之后 直接放在那个枕头底下 这样子是最安全的 还有一个就是自行车 自行车的话 买一把锁吧 买一把锁的话 晚上还是要锁住 你锁住之后 假如有小偷来自的话 它除非抬着 或者它用剪的把你的锁给剪了 那就没有那么随便就被偷走了 它得有那个工具 它才能偷走吧 如果你没有锁住的话 有的人 很样的就不是来偷东西的 它就顺手牵羊 就看见你这有没有锁 它顺手就给你推走了 这样子 那对你损失也挺大的 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 把自行车买一把锁给锁住 这样的好一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自行车 尽量放在 假如别人来偷 一定会碰到你的帐篷那地方 这样子你睡在帐篷里面 你听见声音 你肯定就知道 有人来偷你车了嘛 你就赶紧起来吧 就这样的吧 晚上我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喝酒 你喝酒的话 喝多了睡得太死的话 就算有人来偷 把你帐篷用刀给你割开 把你东西拿走 因为你睡得太死 你也不知道睡的 就出门在外吧 尽量别喝酒吧 喝酒不是真的 还有一点就是你搭帐篷的话 尽量选择人少的地方 不要选择那种人特别多 特别热热的地方 因为那样子嘛 看见你的人多了 那被偷的概率也大了很多 像我一般都是选择 人少的地方 比较安静一点的地方 有的时候你选择一个 有监控的地方打帐篷 这样子就会更安全 其实不是 有监控就算你东西丢了 你报警肯定找不回来 如果你在路上你东西被偷了 能找回来 我跟你说 我原地正亡 我绝对不相信他能给你找回来 真的 除非你是几个亿被偷走了 那有可能警察真会成立一个专案组 帮你去调查 如果你只是一个什么自行车 一个手机这些被偷 你就别做梦了 这样子 如果真的被偷了 你也别指望着警察能帮你找回来 也别报警了 纯粹浪费自己时间 他叫你去 还给你做个笔录啥的 真的太浪费时间了 你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你就当做慈善 捐给别人就行了 我现在就准备收拾东西 准备走吧 我今天就陪大家聊这么多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你就关注我吧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